现异象的问题就很多 如果说在过去 那么穿袍 大衣 磁波 这个袍呢 是中国定的 这是明朝跟汉朝的服装 佛经上没有 我们是怎么改良的呢 佛不是穿裙子吗 我们那个袍子底下是两层啊 那是裙子 上头两个大袖子 代表武艺 那代表衣的 穿着袍子就具足衣和裙子 这是代表不了的 代表不了的 是我们中国的改良 中国的说的 一种是现交易项 或者自侵项 跟人家本来没什么说 装饰因为亲戚 有些个出家人 会有些喇嘛 对于那个信徒们 有应干妈呀 应干爸爸呀 一个出家地球 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舍弃了 去应干妈干爸爸 就由自亲拉亲戚关系 人家有钱呢 去贪求供养啊 交易啊 就是贪的罪呢 急动向 一阳向 阴力求力 这是一个一个讲 贪求利养 为了贪求一阳 把自己化妆成为头脱 大家看看头脱经没有 有十二条 行头脱行 现交易项 像贪利养 得不到 没有缘法 怎么办呢 他不就装扮成头脱 行头脱法 他自己这样想了 我要这样子一干啥 缘法就有了 就有人供养我了 有人敬养我了 这样的行头脱项 这叫交易 现怪项 这看他整种鞋 什么种鞋 但是他是 另一种种鞋 现交易项 不是求化缘的 比如说我们 那个香港那个 我们老法师 我们一个同学的 叫大光法师 写影城贵路那个 影城贵路就他写的 他过去当过记者 他出家以前当记者 他就 那时候蒙国家 出去了 没有生相了 他在县长来 来得入关的时候 是穿着一般的相了 他在上海坐 到上海坐 他特意的 把那黄袍 红主义 做个西藏 西藏他跟我讲 还集结似的 不是拿着很长的 但是拿来的 提香了 就割了 他说一个桶 一个用套 一道一拉开 有大的那个 那有点什么了 嗯 嗯 那个也像那个 帝章王菩萨 拿那个 嗯 九个黄 我说穿着黄袍 大圣主义 拿着西藏 拿那个 拿那个 九零环的西藏 我说脱个拨 到哪去走呢 上海大马路 他说一穿着黄袍子 大红主义 拿个西藏 这时候脱个拨 摇摇摆摆 还是 他跟我学 我笑的不得了 他不是像正常人走路啊 这样拿着 他不 他把那个西藏 那拨就这么拨 惹的那个人 都围着看呢 交通断绝 警察就不得 带到派出所去了 他是香港来的 那时候香港 还没收服了 别的国家 没办法 潜入出境 当天就不得 潜回去了 我说你为什么 要那么做呢 让他们印识 印识佛法 显这些像 这就是佛法 我说你像怪异吗 人家能力当成佛法吗 他这不是求名求利的 不是求名求利的